而这一回的阿富汗事件到底跟美军的撤军又没有关系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也亲上火线来说明了 不过这几天你一定有看过这样子的画面 不少的阿富汗人民都挤上了美军的军机 希望能够透过美国的军机带他们走 甚至有一堆的民众搭着他们的飞机逃难之外 还有人直接趴在了起落架 飞机起飞的时候当然这画面是惨不忍睹了 那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拜登现在就讲到了 他现在是紧急取消了度假回到了白宫 他说塔利班的攻城掠地跟阿富汗政府的垮台速度 的确是超越他们的预测 而且他说结束战争的意图其实美国从未改变过 所以他不认这一次是因为撤军才会导致这样子的阿富汗危机 而其实白宫的安全顾问苏利文也跳出来说明了 他说塔利班同意前往克布尔机场的平民 他们提供一个安全通道 他相信会在8月底前可以持续这样子的通道 而且他们也正在跟塔利班来做商讨一些正确的时间表 看起来美国白宫似乎有意赶快来跟塔利班沟通 但是能不能成功还得看后续的发展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订阅分享TVBS新闻频道